1976年周冬礼逝世,毛主席秦人泪说,了一句话,写了一首诗俗乎文化。 1976年7月6日,朱德伟元壤因病逝世,躺在病榻之上的毛主席双眼秦泪,声音沙哑地说了一句, 朱毛朱毛,朱已不在,毛江燕妇,从井冈山会师到新中国成立,朱毛几十年的战友情义,让彼此难舍难分,仿佛周冬礼与朱德相比,在毛主席的心中烧血几分, 但是作为党政军的三大领导,其感情又如何分清楚情深情浅? 如果说当初的党政军三大巨头,谁在国共两党内的影响更为深远? 我觉得当属周总理,中共第一次武装革命队伍,便是来自于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, 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,国共两党诸都招名将领皆尊周恩来为老师, 在革命之处,周总理在中共的地位,比起当时的毛主席要高尚几分, 只是后来毛主席运筹帷幄的本事以及卓越的军事, 才能让毛主席成为令人钦佩的最高领导。 陈毅、朱德、周恩来三人对毛主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 因此陈毅追导会上,毛主席穿着睡袍就赶去了, 要知道,毛主席几乎不出席追导会, 但是陈毅的事实对他打击太大, 再说朱德,作为几十年的最佳拍档, 这份感情无以言表,朱德时事, 毛主席一句朱毛朱毛,朱已不在, 毛将淹复,到尽多少心酸和痛处, 毛主席也暗示了自己也已到了丰烛残年, 即将与世事的朱德团聚。 而周总理在朱德之前逝世, 让毛主席心痛难忍, 当时毛主席重病的我, 行走都是一种舍子, 于是中央并未安排毛主席出席追导会, 但是基要秘书张玉凤, 还是问了毛主席一句, 去参加总理的追导会吗? 毛主席勤着泪拍了拍自己的腿, 痛苦地说, 我也走不动了, 如果毛主席身体安康必然, 会去出席追导会闹念, 他最亲密的战友。 建国后, 周总理虽然是国务院总理, 但是并不是最高领导职务, 应当是第三号领导人物, 但是他却是最忙的一个, 本来国务院事务就非常繁忙, 兼任着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更是疲惫不堪, 但是周总理仍旧兢兢业业地处理工作, 哪怕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。 周总理虽然有78岁高龄, 但是如果不是这些高压工作, 压垮了周总理的身体, 他或许能多活几年, 毛主席虽然没有出席周总理追导会, 但还是写下一首道念词。 一情恶报念周恩来同志, 山和叶, 室内无与心欲裂, 心欲裂, 顿催动凉, 痛失人解。 江山如画意担心, 宏图遗愿永不灭, 永不灭, 心描茁壮, 失与天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